在圣诞夜,李连杰竟然久违更新自己的社交平台 晒出两位爱女,并发文称,我们一家祝大家圣诞快乐 照片中,李连杰左右揽住女儿 站在一个写着LA霓虹灯的装置面前,画面十分温馨 姐妹俩身材高挑,长发披散,青春明媚 遗传了妈妈励志的大长腿和高挑身材 有网友还打趣道,两个女儿站在李连杰两边都像练过一样 不敢靠近 不过李连杰并非只有这两个女儿 她与前妻黄秋燕也有两女 在1984年,李连杰与黄秋燕合作主演了《南北少林》 拍戏期间李连杰受伤住院,黄秋燕始终照顾李 连杰的生活起居,也就是这时候两人确立了恋人关系 1987年两人结婚,黄秋燕比李连杰大两岁 平时和李连杰朝夕相处的过程中 对李连杰很是照顾,无论是练功还是生活 都无为不至 两人大女儿李斯出生于1988年 二女儿名叫李台密,比李斯小一岁 姐妹二人在北京读完高中之后 便被父亲送到美国某知名大学深造 都加入了美国国籍 平日里 父亲李连杰对两位女儿保护得很好 很少让姐妹二人曝光 如今一个28岁 另一个29岁,都长成如花似玉的大美女了 李连杰和黄秋燕这段婚姻并没有维持多久 在1988年时,李连杰和励志主演 蒙在天涯,时蒙生了爱情 励志是亚洲小姐出身 一场全美比赛就能拿下最佳上镜小姐 最佳民族服装奖和和平小姐三大奖项 还被众人评为50年难遇的一大美人 那时候追求励志的富商数不胜数 据李连杰回忆,在见到励志后 她才真正的体会到爱情到底是什么 而之前是完全没有过的 这也让李连杰无法自拔 回国后,李连杰诚实地告诉了妻子黄秋燕 自己爱上了别人 黄秋燕听过后很平静 并没有吵闹,同意结束这段婚姻 1991年两人离婚 李连杰把所有的积蓄全部给了黄秋燕 然后在拍戏赚钱 用了8年的时间才让励志与志结婚 婚后李连杰和励志又的一对可爱的女儿 大女儿Jane,小女儿Jetta 作为著名港姐 励志一直被网友称为天使面孔,魔鬼身材 因此,两人的女儿也一直受到广泛关注 李连杰最要宠的女儿应该就是Jane了 Jane是个非常喜欢跳拉丁舞的姑娘 在6岁的时候已经赢过两次全国舞蹈大赛的冠军 7岁时还荣登上了天王刘德华的演唱会上 8岁时,李连杰就带着她走红毯 出席《功夫之王》的首映 只见Jane紧紧拉着成龙的手,还和刘亦飞 李彬彬走在一起,真是所有媒体的聚焦啊 只是Jane长大之后长相却变得很普通了 当初刘德华还说她会变美女的 四女儿Jada现在还是一名学生,年仅15岁 被香港媒体称为最美心二代 有网友说她长得非常像爸爸李连杰 笑起来甜美的苹果鸡,淳朴又带着点明星气息 总的来说李连杰的四个女儿长相出众都各有千秋 相信在父母亲的栽培之下,日后都会有个好前程